下面 贤手 心心 六素 华也 贤手 大四 《般若心经》 诸界里的书 涅槃 慈云 愿寂 愿是圆满 极是极灭 为德武不卑 成愿 《般若心经》 传说的 智慧 圆满 德能 圆满 向好圆满 三种圆满 全在极乐世界 账务不尽了 所有一切的障碍 没有了 大半涅槃者 指大臣之涅槃 其非小臣 大臣涅槃 居 法神 般若 斜托之三等 由 尚 常落 魔剑 四一 你看 离 分断 便宜 二 生死 大臣 像是公主 无边的神之 《无边》身之 无边的神之 已开 四一 无边的神之 那二成人 有变异没有分断 六道凡夫 有这两种生死都有 分断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像我们现在从初出生 到八十九十过世 这一段 这叫分断 变异是天天在 就是我们用金上这个话来讲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 两千两百四十兆 这是变异 它就变化了 一个一个变 这变异生死 变异生死很威胁 谁有 阿罗汉以上的都有 也就是说 四伸法界 四伸法界有 有变异生死 这是大臣涅槃 至于二臣呢 在三德之中 禁居邂途 四义当中 只有长乐禁 适其他人 二 但离分端 任有便意 辉神灭之 是位小臣 意思不一样 那小臣人 有长有落有近 没有母 长落过近 那个母 没断了 大臣断了 那断了的时候 这四中 他真顶过现前了 长落过近 现前了 我是什么意思 大自在 小臣人确实 对小臣人没有大大臣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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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